OneNote 這邊 我先用訪課的方式 做一次 給老師稍微看一下 好,那您進到這個 OneNote 平台之後,首先 你會看到選單上有三個功能 有三個功能 一個呢就是所謂的發現 好,在這邊有沒有發現 課程跟群組 那在發現這個裡面的 就是所謂的公開的 他公開的裡面呢包括了單一個教材檔案 或是一個課程,有多個教材檔案組成一個課程 或是呢 所謂的群組就是班級 跟Google 可能是一樣的概念 只要是在這個裡面的 就是都公開的 只要有OneNote 帳號就可以加進去 不管是 課程或是群組,他就可以拿去 用 而且看得到 那麼 左左邊這兩個 課程和群組 就是你自己建立的 或者是怎麼樣 訂閱別人 或是加入別人的班級 也就是說呢你今天 我覺得別人的教材不錯 我就把訂閱起來 變成我的 然後呢 這個班級 我覺得內容我喜歡 我就加進去 或者我自己就經營一個班級 好,這樣的概念 好,那你看 我們在這 有沒有 進來了長這樣子 所以你在發現裡面按下去 就有三個 就是我剛剛講的 公開的單元 或是 公開的課程 還是公開的 這個班級 OK 好,所以有一些你會看到 像預設就是在課程這裡 所以你會看到有我的 那在群組這邊你會看到 有一些我的那個 班級在裡面 那 像這樣子 那課程這邊就是空的 跟群組裡面現在就是空的 那麼如果你想要讓OHA 能夠借接到你的這個內容裡面 我們就自己來建立課程 OK 因為你看 老師剛剛進入OHA之後 OHA之後 我們左手邊 老師應該還有 印象 你現在裡面是讀不到資料 就在左下角 有沒有一個調數位調查 你看 現在裡面是空的 因為你那邊沒有帳號 也沒有東西 所以呢 我們就在這邊 來,老師您可以進到課程這裡 課程這裡 那你按一下建立 建立 好,建立 好,比如說我們今天0616 課程 好,建立 那現在呢 老師建立的是一個空白的課程 那麼 這裡 老師留意一下就是 就像我們的那個 我的最愛一樣 你會 上網的時候,你會看到這網站不受是會加到我的最愛 可是你會不會把它全部都加在根目錄裡面 不會,你會不會做分類 所以我們這裡 這個 叫做新增主題 就是這個概念 主題 就等同你的資料 資料講的概念 好,資料講的這種概念 所以 你可以來這邊新增 老師可以把你的教材放在裡面 好,比如說我這個是 國文的 你可以先競爭幾個試看看 那我加上一個英文的 好,再加一個 創客的 好,再增加一個其他的 好 那麼 老師增加了這些類別之後,如果有需要 調整他的順序,你就按著他 拖曳上去 有沒有 看你要新增幾個沒關係 這些東西 都可以事後再增加或減少或修改 都可以 好,所以你最早最早一定要有一個主題 好,就是要一個資料講 來準備放你的內容 這樣子 好,這邊這樣大家OK嗎 可以嗎?線上的老師 可以嗎? 好 OK,老鏡老師那邊也好了 我們來找找看喔 老師找一下 你 先 來增加 影音的 影片的教材,因為這個老師用到最多 你到YouTube找找看 YouTube 找找看 你想要使用的 就是想要加入教材的影片 來看看你要買一個 看看你要買一個 好,這樣我來找一下入廣高中 畢業典禮直播已經預備好了 兩週前 你看,假設我要把 畢業典禮直播放進來 那點下去 老師這邊是不是要取得這個網址了 老師可以思考一下 以前你真把影片教材要當教材 你會怎麼做 網址要不要PO 要 第二個 要不要把標題 寫一下 因為看網址不知道這是什麼影片 再來 比較認真的 還會把這個畫面再抓一下 這樣可以更清楚這是講什麼 那再更認真一點的 會怎麼樣 順便再把下面這個 說明 是不是再複製起來 好,如果有說明的話 好,那你看 我們OneNote不用 就一個網址就好了 我把這個網址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好了 你看這裡 我回到OneNote裡面 現在 假設這是屬於其他的 我就在右手邊是不是有個加號 按一下 告訴他我要新增一個單元 按下去 是不是屬於影片的 好 儲存 只要一個網址 就搞定了 網址貼進去 有沒有抓到他的主題 對不對,抓到了 按一下 你看 縮圖 有沒有抓到了 也抓到了 但是這裡沒有說明 所以這裡是空 有說明 對不對 所以 一個網址就全部都抓到了 這樣就解決了 老師可以先試看看 好,先試看 找到一段影片 你來增加進來 這是OneNote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他在整理這種影音教材的時候 他可以 一個網址就幫你把這些資料帶進來 目前他主要支援的 網站有兩個 一個就是YouTube 第二個就是什麼 Vimeo 不過這個Vimeo在我們國內用的比較少 我們還是以YouTube為主 另外一個 很重要的 老師有沒有發現 你可以自己決定這部影片的起點跟終點 因為很多時候我的影片並不需要 完整的給同學看 我只要他看某一段 因為跟我上課有關的 你就可以自己決定他的起點 跟決定他的終點 自己決定好 那你說同學可不可以 再多看前面的 當然可以啊 只是呢我們進到這個教材來看的時候 他就會從這個時間點開始播 然後呢 到了 指定的停止的時間 他就會自動停止 如果同學想要繼續看他就繼續按摩類下去而已 那這個對 我們老實來講就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幫助 你就不用擔心 同學會忘記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看我先指定到這邊 我按儲存 有沒有這樣就一個教材進來了 那如果呢 老師你有更多教材 就是一樣的 甚至你可以找什麼 播放清單 播放清單 比如說你看我找這邊 好 找我們家的 好 這裡 我的頻道裡面我會有蠻多那個清單的 像我最近 錄這個 嗯哼 這個 虛擬盛同 那我裡面你看是不是有 有 四段影片 我如果沒有記錯是有四段影片 對不對 有四段影片 我不用加四次 太麻煩了 我只要把這個播放清單把它複製起來 你來看 按加號 有沒有一定要播放清單 按一下 把清單貼上去 有沒有四個都進來 自由選擇 看你要加哪一個 加哪一個 加入 全部都進來 這樣是不是快很多 包括裡面的說明 說圖 你看這個說明 有沒有都進來 通通都在裡面 所以其實用它整理這些影音教程真的很方便 好真的很方便 那 像這樣子 我就把它 來 老實一樣 就是可以自己整理看看 稍微整理一下 那 網頁的也可以 網頁的部分也是OK 所以如果你有來自網頁上的內容 想要把它加到我們裡面 來我就先找一下我的 頁面 好 在這裡 我就只要取得它的網址就好 因為平常如果老實有網頁上的文章要當教材 你也是一樣啊 要什麼 標題 要有網址 甚至要擷取部分的內容 對不對 我們這邊不用喔 一樣的 我來這邊 按一個 新增 好但是內容要選對喔 因為我現在是來自網頁 來自網頁的 好 你要去 鎖存 一樣給它一個網址 有沒有自動抓到標題 內容也會自動出現在下面 出現在下面 那我就可以按 鎖存 這樣就進來 所以這個是OneNote在整理教材都很方便的 那如果老師 你的資料 可能是來自什麼 你的雲端硬碟也可以 因為呢 你看一下這邊 雲端硬碟對OneNote來說 也是一種 網頁上的教材 所以當我按下去之後 所說 您有沒有感覺 這一顆圖看起來好熟悉 這是來自雲端硬碟 你就可以按一下 但是因為你 還沒有跟你的雲端硬碟做整合 所以他會告訴你 你還沒有綁定喔 好所以 你這邊就可以去設定 你的那個Google帳號 授權 OneNote可以去存取 好那這樣子的話呢 您放在 雲端硬碟上的教材 就可以直接加入到我們的 OneNote裡面 那自然就可以出現在 出出歐哈裡面 對不對 你就不用再記得 我要把雲端硬碟打開 然後再找到那個 教材放在哪裡 好這樣你就可以帶著走 就很方便 OK 好 請問老師 你 做到這邊 這樣還可以嗎 還OK 就是 雖然OneNote這邊 我現在只有整理教材 但是 這樣子 就可以很輕鬆的 讓大家 知道做他怎麼加進 事實上他有更快的方式 我這樣 都已經很快了 但是還有更快的方法 就是他有瀏覽器的擴充工具 你可以邊看就邊加入 邊看就邊加入 連OneNote都不用打開 這是我最喜歡他的地方 好 那如果呢 老師您的教材 已經整理到一個階段了 要記得一件事情 因為你現在都還在做什麼 還在草稿 也就是 你還沒有把它做完成 對不對 所以呢你如果做完了 或者以後有修正 一定要記得 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發布 發布 發布 你就可以把他發布出去 發布 那這裡 你可以自由決定 你是要公開的 還是非公開 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你有公開 會在哪裡 發現這邊 邊會看到 如果你不公開 就是你自己上課使用而已 OK那我就先不公開囉 這樣發布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沒你的事了 剩下的就回歐哈那邊而已 好那我們在這裡剛剛加入的 視之主 影片的類型跟 網頁的類型 如果你的影片裡面 我們剛剛講的影片不是可以出題嗎 對不對 來你看一下影片怎麼出題 你看我找這個直播的 編輯他 你看 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做題目 有沒有在影片裡面 題目打開 現在裡面沒有題目新增 你就告訴他你要在哪一個 影片的時間點 加入這個題目 要不要有選項 比如說我在 10分鐘 10分秒 對 這也是分 10分鐘的時候 我要出 第1題 好 那這題呢 我是要當選擇題 所以我會選項 A 選項 B 選項 C 那自然有選項 就會有什麼 正確答案 對不對 如果你只勾一個就是單選 只勾兩個就是負選 好就勾一個 勾一個 好 手存 這樣就有一題了 可以增加 很多題 但是 就看老師 第2題 我在20分的時候 我加入第2題 可是這個我不給他選項 那這樣叫做問答題 就是沒有選項 這樣一樣可以儲存 有沒有 好 那我會把它存起來 存成草稿 但是老師不要忘記了 最後因為你有修正了 是不是要再做一個發布 才有正式 成立 這樣 好 剩下5分鐘 就是要回到歐哈那邊去了 當你這裡做好了 老師你來看一下 你會歐哈雲端教室 你在這裡 打開你的 數位教堂 你看看 剛剛那個你已經發佈的 有沒有在裡面 這裡面了 有沒有這裡面你就看到你自己 自己建立了課程 對不對 這裡就有 如果萬一我沒有建立課程怎麼辦 可不可以去借人家的 可以 你在這邊你就可以看到旁邊是不是有叫訂閱的課程 這裡 訂閱的課程 那你怎麼去訂閱別人的 來我們看一下 在這邊 你看 去發現找啊 有沒有 去發現這裡 好我來找一個那個 1Note好的 我看一下 我有的 喔 誒 這裡有教材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 我自己有罷我都忘記了 這個是我的 這是別人的 這裡 你可以去訂閱怎麼訂閱喔 好我先用個這個給大家看 點進去 找到別人的 你喜歡的 有沒有這裡就有一個叫訂閱 那別人教材就變成你的教材 這樣老師了解了嗎 你就在這邊把它按下去 訂閱 這樣就好 這樣就OK 所以呢 在歐哈雲端教室這邊你找到訂閱的課程 按下去它就會顯示你訂閱的內容 別人教材 雖然不是你做的 但是沒關係 是不是可以從這邊就直接 把它 在歐哈裡面或1Note裡面打開 就是像這樣子 所以 不管是老師自己做的 還是訂閱別人的 都可以把它整合到歐哈跟教室裡面 這樣子呢 在做互動就比較方便 歐哈有資源的 就是在這邊 會變這樣黑色的 沒有資源的 它就是出現 灰灰的 那麼如果是影片底的 原則這樣 你要有題目出現的就是要在1Note模式打開 就用這邊 用這個的話 只是打開那個影片 這樣子我們把兩個結合在一起 效率就會比較 OK 所以下面這邊 簡報我現在沒有切換 但是老師你大概 我們 已經把剛剛的那個內容 就是這樣跟大家介紹 一樣 所以您可以去 考慮看看 像這樣的工具 其實 不管是我們現在疫情期間也好 或是 接下來可能下一周 下一周 或下學期 我們在正常的上課情況下 其實老師也都可以用 因為教制現場 還是有教案 教材的需求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 剩兩分鐘 來給老師看一下 請問 各位老師對今天 我們分享的 歐哈跟1Note的整合 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不要付費 要不要付費 我講到現在都沒有你付費 那你都給他用下去了 有沒有付費的差別 在這邊 1Note有付費 但是你用到的這些功能 都不需要付費 對 除非你要做比較多的那個 學生的那個 閱讀的分析 那那個是屬於1Note付費的 歐哈目前這邊也沒有所謂的付費跟免費的版本差 對對對 好 果然一針見血 請問老師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老師你好 我想請問 今天的東西 其實很豐富 可是我的大腦塞不住 所以如果說我之後還是想學習的話 除了你一開始 就是說你有介紹我們一些 等一下 我這邊這樣聽不太清楚 因為 現場的比較小 沒關係我用訊息 喔好 不好意思 好 其他老師你可以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基本上因為 像我剛才講的 1Note跟歐哈這邊 除非你有需要去整合學務系 不然 大致上來說我們免費的 就像現在這樣去使用 就 多數的功能 在免費狀態下都是可以使用 好 他說 如果老師提到今天上課的內容 我有錄影 我有錄影 我會 再請主任這邊再把它貼到大家群組裡面 那如果 如果老師你有需要看比較完整的 就建議大家可以到我的部落格上面 部落格上面剛剛這個地方 其實你直接找 數文老師也可以 找數文老師呢 在我的網站的左左邊 左左邊有一個叫 關鍵教學現行記 您從這裡打開 那麼 1Note的部分呢 會在上面 就在這邊 所以你點進來 就會有很完整的 我之前的 線上 直播的影片 然後還有 很多的 上課錄影 以及呢 針對 1Note本身 比較多 怎麼註冊 學生怎麼學習 老師怎麼備課 班級經營的部分 甚至有一些經驗的分享 通通都在下面 OLA比較單純 所以 我就是用幾篇文章去做介紹 當然你也可以找到 就是相關的那個錄影影片 好 這樣俗聽老師OK嗎 好 我看一下 才藝老師說這兩個平台要同一個課程在哪 不用 不用 只要你同一個帳號 他的重點是你要用同一個帳號 他才可以把你的 就是OLA裡面才可以直接讀到1Note這邊的教材 你今天不同帳號的話他就沒辦法 他就視為不同教材 那而且其實 老實講如果你在1Note裡面 如果你是有 用班級 就是用群組的功能 那你有 但是這邊就是要變成付費的 付費的他就可以直接從1Note那邊帶過來 就跟我剛剛在這裡的示範一樣 在這裡 就是 這邊 登錄一下 如果 老實是付費帳號 1Note 1Note的付費帳號 他本身就可以讓你把1Note的使用者 直接 帶到OHA裡面去 但是因為現在大部分大家都是用Google Meet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就沒差 你看我的群組 比如說我們剛進的是這一個 好 那你可以看到 我進到這個班級 這個班級以後 我的下面這裡 我就有一個雲端教室有沒有 我就可以直接進到這裡面 所以像其實現在疫情期間我都 很多時候我會用這個來做限帳 因為我的班級人數會比較多 我要一個一個點要花比較多時間 我就讓同學自己進來一點 這樣老實大概了解 學生是不是就直接帶進來 他就不用個別的去加入 他只要登入1Note這邊就可以 這個是 1Note付費的帳號裡面可以直接結合雲端教室 那儀老師現在的 就不需要這麼麻煩 好請問這樣老師還有問題嗎 財運老師可以是這樣子 OHA的比較是屬於即時的 互動 那1Note你可以當作是教材的來源 也可以當作是一個班級的經驗 因為我們上課 你一整個學習下來可能是18週可能是20週 對不對 那OHA等於說是每週每週是獨立的 那1Note那邊就是讓他把這些教材就整理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使用方式就像這樣 這裡 我每一週要上什麼課程我會把教材都放在上面 那同學的閱讀紀錄就會留在上面 同學的閱讀紀錄有沒有就留在上面 所以你用這樣子 這個部分我就把它拿來當作什麼班級機敏 有點跟Google 柯實問一樣 可是Google 柯實問 最大的優點 是他最大的缺點 就是腳標作業 哈哈哈哈 對你當然要他像其他功能 或者你幾多就是攻尬 大概這兩個功能是大家最常用 可是 1Note 裡面我們剛剛看到了 他是不是還很多測驗 你不見得一定是上課的時候才可以測驗嘛 我也可以讓同學回去了之後先做測驗 或者回去的時候 我把這些東西讓他們去做所謂的預洗 預洗的部分所以 我很 不客氣的我都會給他們歷史教學影片 當然其實有看的不多啦 可是沒關係至少 我有擺在那邊 好那有看的我們當然就鼓勵他 因為他這樣可以學習的更好 OK 好 這樣其他老師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謝謝 掰掰 謝謝掰掰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不會不會 掰掰 掰掰